民意支持来得快去得也快 柯文哲因为金华城案被送进台北看守所重创形象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显示 柯文哲在2017年民众对他的感情温度 从最高点66度到现在只剩下44度 民众对他的感情温度冷嗖嗖 好感度大幅下滑 数值呈现一路六滑梯 由柯文哲跟黄国昌这两个 拉着整个全党去撞壁 一个过去以打贪除币为标榜的政党 现在全党都在挺贪腐 同分民调也显示和2024总统大选前一个月相比 柯文哲好感度从40%暴跌到29% 减少11.5个百分点 相当于有超过220万人对他好感蒸发 过去25岁到34岁 最挺柯文哲的族群板块也出现移动 其余的部分25到34岁 全部都被民进党超车了 也就是说年轻世代过去的 非常纯化的钢铁小草 是确实在流失当中 相比民进党国民党中央盘算 要抢小草支持 所以对柯文哲冷处理 没有采取更多行动 在民调结果上也没有如意 中间选民反而是下滑了5.2个百分点 显见柯文哲的司法案件是深受社会瞩目 而且是激化社会的对立 基本上来讲它是萎缩掉什么 超过一层的幅度 等于说有一层原本民众的支持者 现在已经再也不再相信大家了 有些人认为说票会转移到时代力量 其实不是 它是不是越来越像时代力量 那时代力量有没有第二届立委 有啊 那请问现在时代力量何去何从 柯文哲一人牵动台湾政坛变化 未来是否重回蓝绿对决 各界紧盯后续发展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好 资讯来关心与柯文哲有关的案件 简连就在周末整理了证据笔录之后 今天不排除提讯 以及约谈证人道案说明 最新发展连线给主播张兆和 兆和 好 没有错 现在柯文哲已经收押 进到第12天了 今天礼拜一被外界形容 叫做关键礼拜一 对于检方 对于柯文哲 对于沈青青来说都非常重要 关键点就在于 在昨天跟前天的时候 是礼拜六日 所以做一个修整 包括律师不能绿见等等 而检方也在整理一些 相关的证词跟证据 而明天又是中秋节 同样柯文哲也是不能绿见 那检方是可以约相关的证人了 所以今天对于这三个角色来说 都是非常的重要 其中我们看到最新的画面 是柯文哲律师 郑申远 他今天早上马上来到了北索 尤其是礼拜六日不能绿见的关系 像我刚刚讲的 明天还有中秋节 所以今天一整天对于柯文哲 对于他的律师来说非常的重要 恐怕这个绿见时间会拉得比较长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是检方的部分 今天会提训人吗 答案是可能会的 虽然第一班囚车上面是没有其他的在押被告 但下午还有另外一班囚车 我们也会持续观察 尤其是如果今天检方跟柯文哲 要持续斗法的情况之下 他不要让柯文哲的这个绿见时间拉得这么长 那下午会不会提训柯文哲来呢 等于我问完之后 剩下时间才能给律师来做一个绿见的一个行为 另外今天我们约证人 有但是并不是金华城或是跟这几个案件相关有关的 而是因为针对了泄密案件 这个我们待会也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 好另外这一周检方跟连政署 他们要办的关键在哪里 其实跟我们之前讲的都没有错 一个叫做金流 一个叫做土利 从上一周的来看 你发现检方在办土利的时候 就是要来巩固土利的相关证据 尤其是一定要最低标的情况之下 一定要办到柯文哲 你看到上礼拜相关的证人 你看到有证人转被告 包括了前杜发局长黄锦茂 好这陆陆续续来 他们都只问他几个问题 谁要放宽的 谁指示的 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 好现在证词全部问完之后 会不会再去问柯文哲一次 因为现在全部都咬着柯文哲呢 好另外今天有一些媒体报导写说 会不会对峙 目前法界的人认为 其实对峙的几率恐怕会有点低 原因是因为现在包括了几个在押被告 恐怕还是不认的情况之下 如果让双方对峙 不就知道对方的底牌是什么吗 如果对方不认 我马上听到他不认 我是不是也可以跟着他不要认呢 所以对于检方来说 对峙可能要稍微再等等 反而是在后面 有一些暗潮汹涌的方式 把几个人证词 做一个勾机比对之后 就会发现是谁说谎 比较容易找到一些输落的漏洞上面 好 另外涂利谈完之后 再来就是金流 金流部分是目前检方头比较痛的原因 尤其是还没有找到一些相关金流 去咬出柯文哲 但是金流的关键是谁 就是威京小沈 沈庆金 尤其沈庆金在陆陆续续看到 他的身体其实没有这么的好 那在收押之后 他第一次抗告被高院驳回 理由是因为有串政灭政治愈 尤其针对于身体不好坚信 他说你没有重病到不能积压 那的确在提训的过程当中 沈庆金他坐轮椅有尿管 甚至又二次送医 所以他的律师现在也提出了 这个聚保的一个相关的状况 但是聚保能不能达成呢 现在就看台北地院 能不能做一个裁定 尤其是我谈到了 礼拜六日是周末假期 明天又是中秋节 对于检方 对于柯文哲 对于沈庆金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 好 我们又会随时为你掌握现场最新 以上最新主播 柯文哲妻子陈佩琪 日前曝光4300万的商办买卖金流 但却从柯文哲的账户中 发现这金流藏有毛腻 仔细看就是这三笔被画上荧光笔 要用来解释4300万商办买卖金流的资料 第一笔40万仲介费 第三笔420万买房签约款 而怪就怪在这第二笔150万的汇款记录 却没有出现在商办购买的旅约保证专户中 神秘的152万会给谁做什么用 令人好奇 旅约保证的这一份资料 陈佩琪是不是要重新 应该去重新索取 会不会是汇到另外一个旅约保证的户头去 那就有人推测会不会又是新的物件 从民众党提供的账务资料中 150万记录还被打上马赛克 若则没问题何必遮掩 而细看这三笔款项转账时间同样 其人一斗 那这三笔呢都在同一分钟不到50秒的时间一次完成 那如果这个是到柜台去的操作速度不会这么快 如果是ATM转账更不可能 本人变成了一个名人之后 我就很少去柜台了 用一个机器对我来讲比价没有压力 这个三笔一定是预约的 如果成立即会预约转账 他为什么要去ATM 佩琪是又再度自打练 这三笔款项的汇出处理时间 30秒内火速完成 金融人士也分析400万以上的款项 零贵处理机会比较大 故意含砂射影误导社会视频 事实上陈医师已经公布了金流的来源 相信也都经得起检验 说好的财政纪律不攻自破 可是夫妻还有多少秘密没有 公开透明 东三新闻律师齐联网红台北 采访报道 今天周一北检持续侦办金华城案件 但是在上周五十三号 维基集团主席沈静晋 因为身体毒事被紧急介护就医 他的律师也申请聚保停压 最新状况马上请新美带我们了解 好 主播 各位观众 下届所在位置在台北地检署 持续来带您关心金华城案的最新情况 而在今天北检可能会再约谈了 一名证人到案 而在上周检方动作可以说是真的 平平每天都有新进展 我们透过手板就要带您稍稍回顾 包含说在上个礼拜 柯文哲是有被二度提训 他是在礼拜二和礼拜五的时候 都穿着这套同一个黄色的制服 坐了球车抵达北检 而在彭振生的部分 他时任台北市副市长是礼拜二和礼拜四 而一元一小微呢 则是礼拜三和礼拜五两度被提训来到北检 而这当中这四个人中 其中身体状况最不好的就是威京集团主席 沈庆金 他是礼拜一礼拜三的时候坐着球车抵达北检 一下球车都是坐着轮椅进到北检的 就可以看到 他身体是伸得非常不舒服 尤其在礼拜五就传出了他身体出了状况 被紧急借护就医 尤其在之前他因为是有提出了抗告 之后被高院驳回 但现在身体又出了状况 他的律师就紧急申请了聚保停止积压 就是希望能够用交保的方式来换取说 不要再积压下去 因为身体可能真的负荷不了 但是现在北院这边已经法官在做出审券的动作 下一步就是由承审法官会来决定说 要不要把沈庆金再提出来开庭或者是不开庭 之后呢就会决定说 到底要对沈庆金是继续积压 还是让他直接交保回去 而现在除了这四人都有被二度提训之外 柯文哲也是现在已经被积压 12天了 从9月5号就进到看守所 到现在算起来已经是12天二度被积压 现在就是有平民媒体外写说外传 可能现在检方就是不排除这一年第三度的提训 主要内容可能就是针对 柯文哲会来进行测谎之外 还会安排柯文哲和其他被告来进行对职 不我们刚刚有稍微问了一下北姐 他们说针对这部分目前都是没有安排 但是上个礼拜检方可说是动作频频 除了有约谈 时任的都发局长以及前台北市副市长 包含说林轻荣以及林周明甚至都有约谈 就是时任的都发局长黄锦茂 而他也是从证人的身份被约谈之后转为被告 就是发现说他疑似有涉嫌图利的可能 在礼拜六的时候就有将他说以500万元的交保情况 而现在这些人会被约谈 主要检方就是要交叉比对公词说 到底这些人会不会有可能可以咬出柯文哲 明知道违法却还让金华城违法通过 因为其实他背后牵扯的利益是非常庞大的 是有恐怕涉及了上百亿元 因为柯文哲这个动作就不排除会让微经集团 来涉嫌图利超过200亿 而下一步可能检方会不会约谈陈沛吉 或者提讯了微经议员应小为的助理吴顺明 我们持续在北检来为您守候 以上最新主播 2022年时任台北市长柯文哲 率一级首长门总辞 8年来在他手下正副首长走了113人 他这样检讨 当政治素人脑脑头是有问题的 拿政治素人当挡箭牌 但戏数那些年被他弃走的伙伴 为什么要把你调动 当年一位远雄大巨蛋案被柯文哲调职 林中明长达十余秒的沉默神情复杂 人是任命权 我尊重市长 当时林中明还私下跟友人指出 崔碧如汉市长是主任李文总是十足的赵友友 两人影响柯文哲的判断 当年同样屡次传出不合的还有他 绝对没有这样的说法 并没有所谓的豹仔说的什么 这么信任你而又怎么样 16年传出因为西区蒙扈计划 柯文哲在会议中标骂时任副市长林青荣 后来也因为大巨蛋续剑被视为绊脚石 2018年赫文哲金嫌连任后林青荣马上求去 他和林中明被视为金华城案的刹车皮 如今两个人也都因为金华城案被剪掉约谈 市长一直很急的想开着车子往前冲 就必须要告诉他讲说那边有红灯 然后这边有线素 还有时任匪市法务局长杨芳林 过去阻拦柯师傅财法律红线 最后因不同意于远雄签署大巨蛋承诺书 惹怒柯文哲无奈闪辞 我是不好是说他懂什么东西 北农董事长如果没有同意他的方案 他在讲什么东西 还有前北农总经理吴英宁 针对第一雨果市场改建案 提出节省11亿的版本 党人财路最后在北农董事会遭到撤换 像他们一样拒绝柯文哲交办而离去的首长或职员 恐怕数不身数 但接任林中明继任督发局长的黄锦茂 办完大巨蛋案 金华权案便一路升官 如今从证人转被告 柯文哲的用人哲学是听话办事 恐怕不是理性务实 东西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柯文哲的金流 就像是薛丁格尔的猫 我们外界看来是存在与不存在之间 柯文哲介于有和没有之间的复杂金流 确实让外界物理看花 尤其简连搜出的关键USB 里面到底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连枕编人陈佩琪都直接转移话题 他使用USB的习惯会用在什么用途上 他会使用 我不晓得 我只知道他常常会喜欢看那个 那个什么量子力学 他每天在车上就给我看量子力学 柯文哲会不会透过 所谓他这个在量子力学的学习过程中 领悟到只要有这个所谓有重复性跟复杂性 那就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吴静怡大酸 陈佩琪的问A答B 或许就是柯文哲在量子的叠加与纠缠过程中 创造的多重可能 毕竟从金华城到木可 又扯上基金会和银行保管箱 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却环环相扣综横交错 柯文哲现在的所谓精子力学 我说如果用量子力学转换成精子 就是这个钱的这种理财术 相当的特别 那外面的人基本上是看不清楚 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所谓贪污市政 可是只要剪掉跳到里面去做进行盘查跟了解 我觉得一定可以勾击的出来 蒙上神秘面纱的USB是否与虚拟货币互相纠缠 柯文哲不离声的宝贝里头是否真的藏有金药 成了阿伯的随身小金库 柯文哲如此着迷量子力学 自己似乎也成了难以理解的某种科学 夫妻同心 请依令断金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特别交代我说你们不可以跟媒体讲 最近陈佩琪接受特定媒体访问受到各界关注 而事实上柯文哲受要在台北看守所里头 并不是完全与世隔绝 他可以透过收看掌上型电视来看到这些片段 台北看守所指出就算进去的收容人 也可以提出申请购买掌上型电视约3500元 等待审核通过大约一周时间就可以收到 除了电视之外也可以花钱订阅报纸 柯文哲即便在看守所里面 还是有一些可能性可以看到陈佩琪的说法 那间接的就变成说是否有这个隔空串阵的疑虑 那也是值得我们考量的 柯文哲要接收外界讯息也可以透过绿件 他所委任的王牌律师团大多有检察官以及法官的经历 现身看守所绿件都是低调不愿多谈 早期被收押禁件的被告包含电视报纸收音机都无法使用 逐经大法官解释基于保障人权因此修正规定 外界也关注收押禁件的柯文哲如果订阅报纸跟掌上型电视 收看的内容会有所限制吗 矫正署回应频道约10台都是无限台 要看台北地检署是否有特别注记限制收看 如果检调觉得有疑虑的话 就有可能会把相关的这个陈佩琪等人 就再把它列为被告甚至要羁押他来避免他串证 这个就是这个检方看检方的考量 精华城案牵扯200亿不法利益 被告们收押进阶目的是防止串证面证以及逃亡 但是人选考量可以收看电视跟报纸 检方是否再度出招一举一动都必受瞩目 东森新闻陈明胜徐洪志黄子凤在台北报道 不管是包围总统府还是包围赖金德的官邸 这件事情可以解决的话 我跟大家保证不要怀疑 我一定冲第一个带大家去干 整场宣讲仿佛信仰科文者的传教大会 立委黄国昌一贯的激动呐喊 甚至拿出学运精神但让人打上问号的 还有他对精华城20%容积奖励的认知 依照都市计划的细部计划 都可以有20%的奖励容积 5006到800是有30%是精华城用钱去买的 绝对没有图利的问题 有没有图利绝不是你黄国昌说了算 而且重点在于20%容积奖励的出现 是在北市府与金华城行政诉讼期间 甚至判决结果都还没出来 都发局就急着替金华城送审都委会 明明北市府赢了 科市府却还是为审亲亲打开通道 拿下840%容积率 这才是有图利的嫌疑 要巩固谨慎的支持者 对小嫂的喊话是无所不用其极 齐凯正宗的提出来 我们冻结中东府的预算 砍掉NCC跟天才的预算 看得出来民中党立委真的没招了 尤其他们深知党内存亡之际 传出新会期各项决议定调要团进团出 增加舆论战力 张旗凯成招姿都会投入发言角色 那就看视线菩萨愿不愿意给予造福 有什么方法 情乐的方法吗 张旗凯日前才在政论上与游淑慧起争执 张旗凯说不要往内互打 但有鼠会反击 贺市长不是我们往内 难道民众党会因此跟民进党合作吗 不是这样情乐的吧 如今民众党情乐路上 只剩零星小草一路相挺 东森新闻正中心综合报道 民众党官网梗图齐发 如今党主席贺文哲 身陷金华城闭案 张张户主图 全党立拼党魁清牌 是不是这张都市计划法 打点土地说的图卡 文字内容 残遭蓝绿名单讽刺 白银引用错误法源 试图扰乱人民的认知 民众党现在是在大玩数字游戏 因为现在认为金华城违法取得容积奖利的部分 其实我们针对的不是他容积奖利的额度 而是他取得容积奖利的项目 对于名代加码开轰 原来这件事情会引起舆论发酵 跟前北市副少 现任民众党立委黄山山有很大关系 黄山山认为 台北市是以细部计划规范进化成容积率 而都委会与都发局都依法审议 容积奖利上限20% 连内政部国土署都表示 这是全国一致标准 公务员应该都很清楚相关法规 谁敢吃法犯法 难道都发局公务员与都委会委员 几十个都徒弟吗 三三来迟的帮这个柯文哲想要做辩护 反而提出的让人家觉得 有更多奇怪的论点 不过律师林志群也在联署发文 宣称地方法规跟法律抵触的话是无效 不是市政府爱怎么搞就可以的 据林志群说法都更法律规定三十年以上建物才可以申请都更 金华城才十八年根本不符合规定 值得关注的台湾省的规定还要求三十年以上无森楼以下合法建物才适用 有点左之右出进退失去的状况 深陷金华城案收押看守所 柯文哲目前仅无报提报道 跟着一起进退围固的还有国民党阵营 原来在法庭上可以变成万用教科书 不专业不知道 就可以变成这个法庭上的经典案例 如果阿伯拿不出汇款记录四千三百万 我们我们强烈怀疑 以朱雅虎去作证 就查这个事 很可能是金华城的资产而后屑 在金华城等五大弊案 市议员钟小平游书会皆必不遗余力 从头到尾紧咬着柯文哲 从市议会质询地检署申告 到上片各政论节目批判 全情投入是蓝营打磕的两大汗将 但对比游书会和周小平 其他蓝营政治人物 火力显得温和许多 北柬我们的优爱栽档 所以我们希望北柬不要乱传一堆无关的人 北柬不要因为跟特定媒体合作太久 所以就忘了应该要怎么办 我现在能够想到土利罪 你会发现民进党土利都不用搬 但是在野党土利就会搬到底 足够的证据搬到底 是素贪 没有足够的证据 而这样办就变成政治清算 司法绝对不可以变成独裁者 魁武的鞭 蓝营大咖用政治语言评论金华成案 朱立伦甚至借机把矛头对准民进党 暗酸赖清德是独裁者 对检调打币的态度模龄两可 民众党自然也乐得从蓝营点名闹廊 来替柯皮背书 为了整个社会公平正义 他们都出来帮我们发声 你像罗志强 谢龙介 习小青 很多的地法委员 事实上你可以 谁 王宏威 部分蓝委声援柯文哲 国民党中央也定调不落井下石 在科案上言不由衷 和长期监督市政的市议员游淑慧 钟小平不同调 其实打的算盘不一样 南营中央着眼立院新会期 必须和民众党八席立委合作 维持强势稳定的多数联盟 因此想尽办法淡化柯文哲设臂的窘境 不支持柯文哲如果为多数 那国民党之后即便有国会的合作 那他们该如何去在政治处理上 好好的跟这个所谓中间选民沟通 还迷信所谓的蓝白河的这些人 毕竟在党内 尤其以朱立伦为主的一个势力 他们未来是否会调整这样的路线 我想明年国民党的党主席改选 会是他们党内路线的一个挑战 蓝白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北市第一线是钟小平游淑慧等人 主导的打科搜查线 后方是来营中央 执意蓝白河的挺白声浪 另一方面牵涉行贿的沈静晶 应小威 也都是国民党籍 三线交织成绿营嘲讽的蓝白河 避爱宇宙 国民党在金华城这个案子上面 真的呈现一个整个党 四分五练精神错乱的一个状况 柯文哲是一个大嘴巴的人 他会不会把整个 不管是市府的五大案 或者是政治献金 相关的人等都揪出来 这个是国民党可能有部分人 会因为害怕所谓的司法上面 未来的调查而去力挺科文证 以蓝绿角力为考量 对于国人深呼痛绝的黑白真相 显得暧昧不明 国民党的机关算尽 难保最后不会让自己沾得一身心 当你国民党如果诉诸到最后面 你发现到一件事情 他真的被起诉了 他真的被定罪了 你这个时候所谓的司法正义 人家只会给你问一个问题 所以你是支持贪污犯吗 打磕挺磕对于现阶段的蓝营 似乎怎么做都有风险 立愿新会期登场 蓝营批磕挺磕的力道 牵涉政治板块如何运作 不在场的柯文哲 成了名副其实的总定理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金华船弊案减连持续追查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妻子陈佩奇 为了替政府澄清公布了明细 想不到这一弄一点只增不减 就是这一笔被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 王毅川发现 怎么汇款记录中出现了新竹市议员 也就是民众党新竹市党部主委 李国璋的名字 显示在5月21号早上9点 汇款超过23万元给柯文哲 王毅川就质疑身为民众党员 汇款给党主席 这是什么状况 如果说是党务实用就非常奇怪 钱怎么会汇入柯文哲的私人户头 记账再怎么糊涂也不该给柯主席 这样不就坐实了 党库能够直通私人口袋 王毅川质疑 如果是跟党主席借钱还钱 也说得过去 但是金额精细到还有个位数 不太合理 种种可能都说不过去 不免让人联想到柯文哲选钱 那快备受争议的停车场 柯文哲曾在2023年总统大选期间 遭到爆料 新竹老家的农地 居然作为停车场使用 违法收租15年 逼得阿伯赶快出来灭火 停车场通通清掉 在农地上种起了小草 成为拔乐园 那个委托那个李国璋议员 再处理 因为第一步要先恢复农地 早上先达到标准 只是这么恰巧 种满小草的那片农地 就是请李国璋代为处理 难道这笔23万元的款项 是阿伯新竹农地的收租钱 这片小草芭乐园 难道还有许多不能说的秘密吗 用膝盖想都知道 那23万是柯文哲主席 给我的农地的整地剩余款 这没有什么问题 这笔23万元的款项 真的就是跟新竹农地有关吗 不是膝盖想不想的问题 还需要民众党提出更多证据 只是柯文哲究竟还有多少 没胶带的金流来源 如今阿伯闭案缠身 金流一点剪不断里还乱 东正新闻孙中荣 刘汉原许诚圈综合报导 好 今天我们来看金华城案 时任副市长的黄珊珊 在脸书发文却强调说 金华城20%的荣基奖励 是符合中央的标准 这也让民进党议员 简书陪看不下去发文痛批 说民众党瞎挺柯文哲 详细情形联系给记者周佩宇 好 直播观众 持续带您来关心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是因为金华城案 遭到积压境界 不过时任的副市长黄珊珊 她现在发出了图卡 她要来澄清说 其实金华城案的荣基率 是一切符合的 甚至黄珊珊也说 金华城20%的荣基奖励 是符合内政部国土署的规范 因此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 简书培她就质疑说 黄珊珊 你们现在是整个民众党 为了瞎挺柯文哲甘愿来做法盲吗 因为简书培认为说 黄珊珊把这个中央的规范拿来 和地方的自治条例相比 到底她的专业在哪里呢 毕竟我们都知道 金华城是以智慧城市 任性城市和宜居城市 三大名目来拿到这20%的荣基奖励 因此简书培就认为说 其实这三大名目本身就是科市府 在独厚金华城和中央的规范 完全没有关系 尤其呢简书培更质疑 黄珊珊明明参与过 金华城三次的便当会 到底在金华城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现在搬出这些法律规范 难道也是为了要替自己来解套吗 以上是想要最新把时间交还棚内 一早九点多 柯文哲的委任律师振声员 停着黑色背包奔赴看守所 要和柯文哲见见面 因为六日不能绿见 星期二又是中秋节 再放一天同样不能见 柯文哲上搜四辈二度提讯 来到北检结束应讯之后 继续还压北索 看似这一切都风平浪静 但简连周末连两天加班 掌握具体试证 准备突围 外传检方正在筹备 第三度提讯柯文哲 甚至不排除对他进行测谎 或安排柯文哲和其他在押被告 包含卫京集团主席沈庆监 认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议员殷小微等人进行对职 但不仅法界认为几率不高 北检也回应 目前没有这个计划 测谎这样的动作是比较少发生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测谎的结果 并不是一个百分之百 可以信赖的一个科学调查证据 预计在检察官申请 积押柯文哲两个月内 检方应该是很有机会 直接起诉柯文哲涂立罪 至于收贿罪的部分 因为现在案情还在焦灼当中 所以检方或许还是会继续侦办 并且用这个理由来继续生涯柯文哲 律师强调 只要交叉比对公词 就能成为说法不一的证据 不用走到提讯对职 这计划实在是带着什么样的角色 时任独发局长黄景茂 证词出现破绽 证人转被告 除此之外 前台北市副市长林清荣 时任独发局长林周明 也曾处理金华城容积率时 反对放宽容积率 否则恐有徒利疑虑 毕竟危机集团从金华城案 不法利益获取超过200亿 是谁开后门 检方要约谈厘清决策过程 权力搜集证据要揪出真相 但随着柯文哲已经被击押第12天 无法团圆的中秋节 也没人敢松懈 等于新闻 中华朋友们 SNG小组在台北报道